我们来持续关心 中度台风度 说对于台湾到底 多爱来多强劲的雨势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 是在台东 池上知名的景点 博浪大道 我们可以看 放眼望去 这个明明平常看到 都是绿油油的一片稻田 但是没有想到 几乎都全部被淹水泡水了 那可以看到 其实明明大家会很熟悉的一些 像是稻田 还有这些秧苗 明明应该看过去是 绿油油的一片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水位都已经 非常地可观 而且水甚至还满出来 直接倒了到路面上 那可以看到 其实池上在过去 24个小时 所累积的降雨量 是非常惊人的 达到了568毫米 所以等于之说 博浪大道的央苗 现在也全部都是 泡在水中的 那这样子对于农民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稍微查了一下 在七月中 他们才刚刚 插心的秧苗 那所以等于是说 这些泡在水里的 其实都是幼的 就是年幼的这些秧苗 但是没有想到 在这个七月底的 这一场台风 还有带来的这个 惊人的雨量 也等于是说 农夫才刚 新型耕种的这些秧苗 现在都已经全部泡在水里了 稍微跟农民稍微了解 其实不只是这些秧苗会受损 像他们相关的肥料 人力 这个都要考虑到其中 而且他们最担心是 台风走了之后 太阳就会露出 那随着太阳露出 而这些秧苗泡在水里 泡久了如果没有办法 尽快地排 就是等于是说 这些秧苗全部都会烂掉 等于是说 过去两个星期 甚至三个星期 他们辛苦才新耕种的 这些秧苗的这些辛劳 全部都会泡汤了 那居然来到池上的布朗大道 另外一个人最惯心的 就是金城武术了 但是就在新墙风会来袭 所以其实这里的乡长 提早就已经绑好了 金城武术 那么前往到现场 可以看到金城武术的 前后周边 其实都是有 围起这个封锁线的 那这个所绑的绳索 也是相当地牢固 只有几片树是掉在地上 不过放眼望去 对于农民来 所以布朗大道 这样子弯样一片的稻田 恐怕很多农民心里 真的来淌鲜 也要是为你找过最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